画 王维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画 王维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在远处可以看见山有清脆的颜色 在近处却听不到流水的声音 春天已经过去了,但花儿还长开不败 人走得很近 枝头的鸟却没有感到害怕 此诗为诗人赞话之作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有多种说法 一说是唐代王维所作 但在王维的作品或在全唐诗中都没有此诗 一说是原为南宋诗人川禅诗 为解释佛教经典金刚经所作的 祭宋诗的一部分 一说为宋代一名诗人所作 如上海市一年级小学语文等教材中 编入此诗时作者一栏 李吉士宋一鸣 王维自摩羯 好摩羯居士 河东蒲州人 祖籍山西齐县 唐代诗人画家 王维出身太原王室 与唐玄宗开约年间 众近史帝 开元九年为泰勒城 立官又时宜监察御史 何夕节度史判官 天宝年间 拜立布郎中 吉士忠 阿鲁山攻陷长安时 被迫受委职 长安收复后 被责受太子忠允 唐素宗前元年间任尚书又成 事称王又成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黄尔玄宗